工作就不能拖泥带水 咱说哪必做哪 禁于是禁止必 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进度 来看一下这边 光灯祥正在去这个地基 就是井的地基 然后呢大卫和这个Freddy 正在紧张地搬这个水泥 来看一下 好好好干 我这些孩子跟着我说明的每一个人 你给他甜的就吃甜 你给他苦的吃苦 给他啥他要啥 所以永远他们从来不会去抱怨 抱怨怎么怎么样 这都是非常不错 这些孩子 也体现了个人的价值吧 我觉得当一个人体现个人价值的时候 他们是最开心的时候 就知道这起码知道自己每天干啥了 不像无头汤影一样 每天迷茫着说我今天要做什么 我今天该怎么办 我今天有什么工作 我今天去哪找工作 他每天知道要干嘛的时候 他就是生活充满了希望 有希望之处必有历练 所以说现在就是年轻吃点苦 是孩子挺好的 咱们看一下回头 看一下这根水井整完之后是什么样子的 我知道当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可能又要直点了 这样不行那样不行 咱们就看结果就好了 在当地这边都是这么去修建的 他们也是非常专业的 孩子们都非常棒 你看我们外面还有这个狮子 狮子啊沙子啊 然后我们就卸在外面了 今天早上就是瑞秋安排他们一起去做的这些事情 然后孩子们就把他放这边了 这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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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买点鸡蛋 买点西红柿 咱们做一个中国超市再买点方便面 做一个西红柿鸡蛋方便面 好吗 谢谢老爸 谢谢老爸 哎呀 别紧张 哥曾祥 你说是不是加入了 哥曾祥休息十天 行就留下 不行咱们就回家 再找哥妈 好好好 行就这样吧 我们今天晚上直播间八点 我们不见不散 西红柿方便面炒鸡蛋 谁要是不会用筷子球 谁又不能吃 吃中国的食物 必须用中国的这些餐具 这是对我们中国饮食最大的尊重 也是最基本的尊重 好不好 不会用别吃 手抓的不可以 好不好 行就这样吧 晚上见晚上见 嘿嘿